这可能是2018年最丰盛的一期月蛋屏了 不仅游戏数量多 而且神作截二连三 作为一个游戏玩家 2018年的十月 绝对能够在你的游戏生涯里 画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闲话少说 接下来请大家做好准备 进入这前所未有的游戏盛宴 时隔两年 玩家们终于迎来了 极限竞速系列的新作 游戏继承了系列的优良基因 驾驶手感优秀 车辆建模也十分精细 不仅车辆外部还原度很高 甚至平常并不会特别注意的 引擎盖内部 内饰也与真车无异 在这样的高标准下 游戏内还增加了 大量的全新可控车辆 使玩家拥有更多选择 另外在本作中主打的季节系统方面 制作组并没有满足于 吊几片叶子 飘几片雪花 这样单纯的皮肤变化 而是实实在在 能够对驾驶产生影响的变化 例如在冬天 雪并不是一种单纯的景观 在驾驶时 会明显感觉到轮胎打滑严重 远处结冰的湖面 并不是一张单单的贴图 而是一个季节限定 冰面赛道 游戏的线上内容 也会随着季节流转 每个季节都会有着 独特的内容存在 大幅增加了游戏的可玩性 本作中 车与井有机结合 可以说是近期一款 不可多得的优秀赛车游戏 本作是洛克人系列久违的续作 同时也是系列30周年的纪念作品 它继承了系列的血统 有着严谨的操作性 以及具有挑战性的关卡设计 难一度设置更加细化 无论是喜欢挑战自我的系列老玩家 还是刚接触这个系列的新玩家 都能找到合适的难度来游玩 新要素 齿轮系统是这次的重点 除了作为剧情的引子外 在实际攻略中 也发挥着非常大的作用 新手可用加速齿轮攻克难关 老手则多用动力齿轮 开拓更多的俗通玩法 拓宽了游戏的可能性 总的来说 本作在游戏体验方面良好 对于喜欢平台动作游戏的玩家而言 是一款不可多得的佳作 超级马利欧派对 放下手机 拿起手柄 与三五好友一起享受派对的乐趣 作为马利欧派对系列的最新历作 本作收录了数量更胜以往的小游戏 而且得益于NS的HD震动 分享手柄等功能 在玩法上也进行了不少创新尝试 譬如可以通过Joy-Con手柄的细致震动 来猜测动物的脚步声 又或者是利用手柄的体感功能 翻转游戏中的炒锅进行料理等 而作为平台首创的玩法 本作还加入了支持双屏幕相接的小游戏 玩家能够体验到跨屏进行坦克大战 拼接香蕉等有趣的玩法 在独人联机方面 本作所提供的游玩形式也相当丰富 既有以强调组队的2on2大富翁式玩法 也有支持四人合作划船的 河川生存站等小游戏 这些游戏取材自日常生活 在去除了原有的繁琐步骤基础上 保留了最简单最直接的趣味 上手难度也相当之低 无论男女老少还是从未接触过游戏的萌新 都能迅速找到游玩的诀窍 这里推荐给每一位喜欢互动类游戏的玩家 本作的故事的舞台 设置在波罗奔尼萨战争时期的古希腊 比前作《刺客信条》起源还要早400年 正因如此 游戏取消了不少经典的刺客元素 玩家将作为一名游走于各大阵营之间的雇佣兵 在旅途中不断经历成长 失败与反思 最终书写出一段属于自己的传奇史诗 在系统方面 本作相比前作虽然在玩法上没有太大变化 但海战的回归以及场面浩大的征服战 仍然让人眼前一亮 本作的动作系统继承自前作 由于还加入了斯巴达元素 因此被不少玩家戏称为狂战士线条 除此之外 本作重点加强了游戏的RPG部分 双主角和对话选项的加入 让玩家与游戏世界的互动更加深入和自由 虽然在整体流程上 仍然以一连串任务作为情节的主要推进方式 但是不少任务流程的复杂度和结局的开放度 都到达了一个新台阶 根据玩家在游戏中所做的每次选择 任务的流程 NPC的反应及其命运 都有可能发生相应的变化 玩家既可以和NPC们发展出一段特殊的浪漫关系 也可以选择与之大打出手 而主线任务中的一些关键选项 甚至还会影响到游戏的最终结局 不过本作仍然没有摆脱 预避式开放世界的常见弊端 大量的刷刷刷要素 以及未知地点的存在 往往使得玩家疲于奔命 而动态等级的设定 有时也会让玩家不得不分心 去做一些枯燥无味的重复行为 来获取更多经验之日 游戏虽然仍然有着这样那样的问题 但瑕不掩瑜 相信绝大多数玩家 都能在这个无比鲜活的世界中 找到属于自己的乐趣 CUD 黑色行动4 今年的CUD在发售前可谓争议不断 原因就在于 动视悍然砍掉了战役模式 这可是系列前所未有的激进举措 而且这次的独人联机部分 虽然小有改动 但游戏体验与过去相比并不算大 然而动视依然是一副 胸有成竹的样子 原因就在于 本作加入了吃鸡模式 这个名叫黑色战域的模式 就是改良后的吃鸡玩法 只是结合了系列的诸多特色 并实现了系列前所未有的 同时游戏人数 因此大受玩家好评 而T组最拿手的丧尸模式 这次也是加量不加价 初始就有三张风格迥异的地图 内容涵盖轮船 监狱 斗机场 系统方面也有大幅改动 令喜爱丧尸的玩家无不较好 从过去的战役 丧尸多人联机三大模式 变成如今的吃鸡丧尸多人联机三大模式 虽然肯定有玩家不满意 但欣然买单的玩家绝对不在少数 只是游戏现在也存在着一些问题 像是丧尸模式的bug较多 黑色战域模式的角色 解锁太难等等 最令人不满的是 目前全平台的网络服务 都存在一定问题 希望动视能够早日改善 银河联军 阿特拉斯之战 无论你对周边玩具和游戏互动的玩法 有没有兴趣 你都可以来尝试一下 这款预避式宇宙杀象游戏 因为在本作中 周边玩具只是锦上添花 这是又一款可以驾驶飞船 直接从星球表面飞到太空中的游戏 也是一款飞行手感与战斗体验巨佳的作品 玩家在本作中会扮演星链组织的一员 为了从军团手中拯救阿特拉斯 而在各个不同的星球上辗转和战斗 除了在星球和太空中探索与战斗外 本作还需要玩家在星球上 建立基地并发展自己的联盟势力 再加上预避式杀象中诸多的收集类项目 可供游玩的内容看起来非常丰富 不过从整体来看 本作的内容总量并不多 往往在开始觉得枯燥时 就已经收集的差不多了 另外本作的NS版独占星际火狐飞行员及其相关任务 并且实体版和数字版在星舰和武器数量上有所差异 想要完整体验本作内容的玩家 可以考虑购买NS的数字豪华版 这样便可以操控星际火狐 在完整的阿特拉斯中冒险与战斗了 相信有不少玩家在看到本作的人设之后 都会感叹一声蒙屯游戏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开局首任亲妹的主人公 为恋人与腹中之子报仇的女大学生等 种种硬核到爆的剧情设定 都让本作从故事开始 便染上了浓郁的黑暗色彩 而且毫不留情地延续到了故事最后 表达了编剧是把虐妹贯彻到底的决心 为了贴合哭泣这一主题 游戏在设计包装上可谓十分走心 比如从死者灵体上取得的武器 需要以泪水进行净化 而泪水的来源则是被怨念 悔恨 不甘等诸多负面情感 所侵蚀的女主人公 玩家可以从系统乃至一切的物品 与专有名词中体会到游戏世界观的设定 从而更深层次地理解本作 略为晦涩的故事 不过相对于可圈可点的视听表现 本作在战斗方面的表现 就显得不尽人意了 角色动作硬质过大 招式衔接僵硬以及缺乏瘦身 追击等常见的动作元素 都使得本作战斗的流畅度大打折扣 无法自如控制角色 可以说成为了游戏最难以回避的败笔 总之本作是一款优缺点都相当明显的游戏 只推荐给喜欢看故事 对玩法要求不高的剧情爱好者 灵魂能力6 经过漫长的等待 这个星球上最好的3D武器格斗游戏 终于推出续作了 灵魂能力6是系列史上 首个中文化的正统作品 虽然名为六代 但故事回归初代 故事模式不仅是全程语音 而且有大量插画 将初代众多仅存在于设定中的剧情 都一一呈现在玩家眼前 剧情方面 在没有篡改原作设定的基础上 将灵剑一族 英雄王等后续作品才增加的情节 很好地整合了进来 新的任务模式融合了大量的RPG要素 而且剧情也和故事模式有着良好互动 可谓十分用心 对战系统方面 这回也有较大进化 除招方面经过了简化 还加入了适合新手使用的反攻刃机 这些改动使得新人更容易上手 但又没有破坏平衡性 不负满分游戏续作之名 黄野大旧熟2 黄野大旧熟初代发售 已经整整过去了8年 Rockstar用实际行动 再次向玩家证明 他们出品的游戏 才是开放世界游戏的领头羊 无论你是喜欢西部题材 还是开放世界游戏 本作都不容错过 在出色的画面衬托下 本作的世界庞大 真实且富有魅力 这个囊括了平原 沼泽 雪山 雨林等自然地貌的世界 和这个世界里的居民一样 遵循着一套真实的行动规则运作 而游戏中的世界 仿佛就是一个永不停业的大型游乐场 玩家可以打架结舍 也可以打猎钓鱼 甚至是什么都不做 单纯的闲逛 分布在世界各地的秘密和随机事件 都能让玩家的每一段西部之旅 变得独一无二 而作为一款开放世界游戏 本作不少章节的精彩程度 甚至不亚于某些线性流程游戏 在剧情方面 本作以亚瑟摩根的视角 补完了前作中没有讲述的故事 在这个全员恶人的故事里 不光有犯罪和杀戮 也有救赎和人性的光芒 客苏鲁的呼唤 客苏鲁的呼唤 是由Synet开发的一款 客苏鲁神话题材游戏 本作以黑水岛的神秘杀人事件 作为切入点 让玩家以侦探爱德华皮尔斯 来对这个诡异的小岛进行探索 在流程里获得的技能点数 可以提升主角的技能等级 不同技能达到不同的等级时 可以与场景进行的互动 也会有所不同 游戏的流程并不长 但是本作存在多结局要素 玩家在剧情里做出的选择 或者在探索里调查一些书籍时 会对后续剧情产生影响 并且将决定在最后一幕剧情里 可以解锁的结局 游戏的氛围十分压抑 玩家在绝大多数时候 都是手无寸铁的情况 必须通过躲藏和逃跑 来躲开敌人的巡逻或追击 而在有些时候 你也不知道自己在游戏中体验的故事 是真实发生在主角身上的 还是只是他漫长的幻觉 场景和对话里 无所不在的克苏鲁神话要素 无时无刻都在剥夺着主角的理智 让其坠入疯狂之中